Fear the mile high When you're on my side Higher in the sky Cruising through the night 如果今天我男朋友用了這個香水 我一定每天都想要發在他身上不想下來 我自己真的好喜歡好喜歡這個味道 他真的是我這一趟去韓國 挖到的寶藏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除了延南洞之外 近期韓國年輕人最喜歡去的兩個逛街購物景點 分別是位在梨泰院附近的漢南洞 以及建驗大學附近的聖水洞 那這兩個地方呢 除了有非常多的特色咖啡廳之外 也有很多新興的設計師品牌 那今天呢我就幫大家整理了九個 漢南洞跟聖水洞的人氣品牌 包含一個我這次在路邊挖到的寶藏品牌 那如果你們對這支影片有興趣的話呢 趕緊跟著我一起看下去吧 首先第一個呢要跟你們介紹的就是 None Fiction None Fiction是一個2019年才成立的香氛品牌 這個品牌呢它其實走的是一個木質調的中性香 也就是不管你是男生女生都試用他們家的香水 那他們家呢除了推出香水之外 還有推出身體乳啊洗手乳啊護手霜啊香氛蠟燭啊 或者是香氛噴霧等等的 所以其實這個品牌底下有很多的產品支線 那他們家呢不管是成分或者是外包裝 都是走一個極簡的風格 所以啊近期真的受到很多韓國人 甚至是韓國明星的追捧 可是也因為他們的成分很單純 沒有添加太多的化學成分在裡面 所以他們家的持傷力並不是太持久 但是還是可以跟你們分享一下 我在店內看到的盛況 因為我實際去的時候啊看到很多不認知台灣人 或者是中國人都在直播帶貨 那我只能說就是大家的勾勵實在是相當驚人啊 但也看得出來None Fiction不管是在韓國境內 或者是在海外其實都受到蠻多人的喜愛啦 那下一個要跟你們分享的呢 是EMIS EMIS真的是我私心也很喜歡的一個品牌 他們家走的是一個偏美式的風格 產品的配色呢都非常的繽紛可愛 他們家主打的商品是包包跟他們的棒球帽 就是他們家的這個帆布印花包包 真的是受到超級多韓星的追捧 有很多明星他們撕下來的包包都是來自EMIS 甚至EMIS的包包也很常會在韓劇裡面出現 那其實呢我自己私心是比較喜歡他們家的棒球帽啦 像我這次就有買一頂就是這個 那你看他們這個配色也太可愛了吧 那我覺得他們家棒球帽啊厲害的地方是 我覺得他們在這個頭頂的地方 是做的比一般的棒球帽要來的更深一點點 然後在帽顏的地方啊 我覺得是比一般的帽子要來的彎一點點 整個來說啦我覺得是非常修飾小臉的 然後像我這頂呢它是做的絨布的 是多了一點點的復古的風格 可是啊EMIS實際的店面實在是有夠小 它裡面啊就只有放一桿的產品 而且重點是他們家的商品啊 10件裡面有8件是沒有現貨的 我去了三次都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啊我真的只能說 你想買EMIS的東西可能還是需要靠一點點的運氣 或者是可能去他們的官網購入 會比較不容易撲空 比較能夠買到你們想要的商品啦 那下一個要跟你們介紹的品牌呢 就是我身上這件 Murdy McCready啦 那這個品牌呢是由金高雲所代言的 這個品牌真的是從去年 熱度就是燒到不行 受到非常多的韓國明星啊 KOL的喜歡 他們家呢就是走一個法式慵懶的路線 最有名的LOGO呢就是我現在身上的這個 小菊花的標誌 甚至說呢由於他們一度人氣太過高 還在他們原先漢南洞的展示店對面 又多開了第二間的展示店 那我本人實際中房之後 其實啦我自己有一點點小小小失望 個人覺得實際摸在手上的商品 有一點名不負其實的感覺 我不確定是太多人試穿過的關係還是怎麼樣 我覺得他們家的像是毛衣啊 針織衫啊拿在手上的質感並不是特別的舒服 甚至還有一些起毛球的狀況 設計的部分也是 並沒有讓我覺得整個商品有值 它上面那個價格 所以我這次去呢 我後來還是只選了一個這個簡單的 他們經典的素題 因為我本身私心是滿喜歡這樣的配色 還有這個小菊花啦 好下一個要跟你們介紹呢 就是我頭上這一個 MFG的品牌啦 那MFG呢 跟我們剛剛介紹的MERDI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 MERDI MACREDI 它是一個韓國品牌 但是走一個法式路線 不過啊我們的MFG 就是一個貨真價實的法國品牌 所以它的全名呢 要怎麼唸啊 你們自己去問Google 那MFG啊 它就是一個完全走法國 慵懶又優雅簡約的路線 所以近期也真的受到很多韓國明星的喜愛 像是我這一頂啊 由Joey戴過的這個貝蕾帽啊 也曾經賣到斷貨 因為我有在台灣的朋友就跟我講 他們在台灣請韓國代購買啊 結果都買不到 甚至後來還要等一個多月才拿到手 那這一頂帽子呢 我覺得它戴起來是非常非常修飾臉型的 很硬挺 然後也相當的保暖 只不過啊這個帽子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戴在頭上啊 這邊皮膚的這邊 常常會很癢 而且這個帽子啊 它聞起來是有一點點 那種化學的味道 它戴久了啊 就很容易會起毛球 會有一些毛線 所以我覺得在材質的部分 並沒有到我預期的那麼好 但是整個造型 然後版型設計 是非常非常OK的 但是撇除這個帽子啊 我也挺喜歡這種文字T啊 或者是大學T的設計等等的 所以他們家的品牌 其實也是算我今天要介紹的品牌中 私情蠻喜歡的一個啦 那一樣 分享給你們 那接下來呢 要跟你們介紹的這個品牌啊 我覺得應該是近期 漢南洞的人氣黑馬品牌 因為我剛剛跟你們介紹的那幾個啊 我是覺得他們的熱度 是已經有燒了一段時間了 但是現在要介紹的這個啊 應該是從去年年底突然爆紅的一個品牌 就是我們的 Rockfish 那Rockfish呢 它是一個來自英國的品牌 主推的商品啊 就是現在 韓牛們幾乎人繳一雙的毛毛鞋 像我這次去韓國啊 我也有買了一雙這種毛毛鞋 就我韓國姊姊說法啦 他說其實在韓國啊 這種毛毛鞋 已經是紅了兩年左右了喔 只不過喔 Rockfish家的毛毛鞋啦 是在去年年底突然爆紅的 因為他們家的款式啊 除了這種最一般的款之外 他們還有出那種 後扣的款式啊 射擊師 比較多元的 而且除了毛毛鞋之外啊 他們家另一個的人氣商品 就是張元英戴過的羊毛貝蕾帽 我跟你們說 Rockfish的羊毛貝蕾帽啊 它在韓國火紅的程度 真的跟我剛剛介紹的MFG貝蕾帽 不分享下 但是啊Rockfish的貝蕾帽跟MFG的貝蕾帽又有些不一樣 Rockfish的貝蕾帽啊 它戴上去是非常非常圓的 那另外一個我自己啦 預期啊Rockfish下一季可能會火紅大賣的商品 就是他們的瑪麗爭鞋啊 或者你可以說是那種芭蕾舞鞋 因為其實這兩年時尚界有開始流行 把芭蕾舞的一些單品啊 揉入我們的生活或者是單品中 我覺得接下來的春天要到了嘛 這個產品感覺就是會順著時尚界的這個芭蕾趨勢而 突然起一波熱潮 我是這樣子想啦 不確定是不是 好那最後一天要推薦給你們的品牌呢 是2016年韓國的帆布包品牌 如果你是一個文青女孩的話 這間你一定會超級無敵的喜歡 那這間品牌呢 他們家主導的商品是帆布包 但是除了帆布包之外呢 他們還有賣一些餐具啊 杯子啊 或者是桌巾啊等等的文青小物 甚至說呢他們家其實也有推出 像是棒球帽啊大衣啊簡約的一些上衣T恤或是下身等等的 整體來說他們家走的就是一個非常舒適簡約 然後natural的感覺 而且我跟你們說最棒的是 他們家的展示店二樓啊 還有附設一個他們自己專屬的 人生四個照牌貼機 所以啊你們不只是可以去這個地方逛街 還可以跟朋友留下一個蠻不錯的回憶 那接下來呢要請大家移駕到聖水洞啦 第一個要跟你們介紹的品牌呢 就是我們的SEMA UNDO 那這個品牌正是我們韓國小野馬炫亞IG上最常曬的包包品牌 那這個品牌呢走的是一個簡約 但又很有設計感的風格 重點是他們家的包包有非常非常多的顏色 不管你是要想要馬卡龍色系 或者是那種死亡芭比粉啊 都可以在SEMA UNDO上面找到 但我覺得他們家的包包最棒的地方是 基本上呢你背他們家的包包 是很難在路上會撞包的 而且他們家的包包還推出尺寸的選擇喔 一樣的包包你可以選你要大型款 還是那種廢物小包包 實用性是非常非常高的 像我這次呢就有入手一個粉紅色的牛角包 那這一款牛角包啊它就曾經在炫亞的IG上露臉過 那我覺得這個包包啊它是做這種很簡約的弧線設計 然後加上這個翻蓋的設計 裡面有一種磁吸 它裡面啊就是有一個蠻大的空間啦 只是不過我覺得這個包包唯一一個缺點是 它裡面沒有任何的內層或是夾層 所以我個人其實是有一點點不習慣這樣子的包包 不過我覺得它整體來說還是相當的時尚好看的 整個造型啊還有皮革都還是非常非常的有質感 最重要的是啊他們家的包包我個人是覺得一般的小姿女生 應該還是可以負擔得起來 像我今天這個包包就大概是兩千多左右 那如果有興趣的朋友呢 現在其實也不見得一定要從來韓國才可以買 因為他們在去年嗎還是前年已經在台北的中山區 喔有開他們的實體店面了 所以如果對Same Mountain Do有興趣的朋友呢 現在也可以直接到台北的實體門店去看看囉 那接下來要跟你們介紹的這個品牌呢 其實我之前已經有在延南洞那支影片介紹過了 就是我們主打真皮革色調多變簡約但是高質感的皮家品牌 我今天終於要把我這個實體的包包拿來跟你們開箱分享了 因為其實我之前去延南洞那間門市的時候啊 我想要買的這個顏色是缺貨的 所以我後來是去了他們聖水洞的門市才成功買到它 首先呢是它的皮革是真的非常的有質感又高級的 再來呢像我這次買的這個包包啊 它是有附這個零錢袋的 然後啊它裡面是有這個可以附鈔票的夾成之外呢 在旁邊這邊你也是可以放卡夾的 所以我個人啦是非常非常喜歡這一個小小的皮夾 但是又具有這麼高的功能性的 這個皮夾真的是小到就是跟你的悠悠卡差不多大吧 重點是你隨便丟到一個小廢包裡面真的真的都不太佔空間 我個人超級推這個品牌給你們的 所以如果你們今天有機會去聖水洞啊或者是延南洞啊 不妨去設計師的小皮夾品牌看一下 好那最後一個要跟你們介紹的也是本日今天這支影片的壓軸就是 這個叫做Danny McPenzie的一個相分品牌 那它其實是一個來自美國的品牌 我先講這支影片我一個業配都沒有 這個品牌啊我一定要好好的跟你們介紹一下我跟它相遇的故事 其實啊我本來是不知道這個品牌的 是有一天我在青沙洞一個人逛街的時候 被一個店員發了一張他們家的試箱紙 那因為那個時候我其實有一點趕路 所以我就是把那個試箱紙丟到我的包包裡 然後也沒有特別去注意到它 只是在一個多禮拜之後 當我把那個包包又重新拿出來揹的時候 我就突然發現奇怪我的包包怎麼這麼香 我就去翻找那張試箱紙 結果我發現天啊已經過了一個多禮拜了 那個試箱紙的味道還是這麼這麼的濃烈 這真的是我此生遇過 試箱裡最最最最久最厲害的香水了 所以我當下就覺得我一定要買一支回去 但後來啦因為行程的關係 所以我並沒有回到新叉店的門店看 我是去了他們在聖水洞的門店 我實際走訪之後才發現 欸其實這個品牌啊 他們家的香水跟一般的香水 非常非常的不一樣 因為他們家的香水啊 其實是這種精油香水 我跟你們說我現在就這樣拿出來 我已經聞到滿滿的香氣了 而且我跟你們講一個更神奇的事情 其實我拿到試箱紙到我實際去買這個 香水已經整整隔了大概兩個月了吧 那我那個試箱紙早就不知道被我丟到哪裡去了 但是我竟然後來還是找到了那一罐一樣的味道 就靠著我的鼻子跟記憶 那我買的這個味道啊是這個Balm Shore 我真的超級無敵喜歡 它聞起來就是滿滿的花香 但是又不會很死甜 非常非常有女人味 然後我很喜歡這個味道 你真的就是可以吃香個至少兩三天 就這樣一滴滴其實你整個房間的朋友 可能都聞得到你的味道吧 我回來台灣之後已經推了超級多朋友了 重點是除了這個香氣之外 我還滿喜歡另外一個味道的啦 所以我後來有請他們送我一個試箱的 這個我看它的韓文叫做 這個味道啊聞起來 很像是那種剛洗完澡然後很自然的寶寶香 我真的覺得如果今天我男朋友是用這個香水 我一定每天都想要巴在他身上不想下來 我自己真的好喜歡好喜歡這個味道 非常自然跟舒服 然後特別特別推薦給 我的好姐妹的男生朋友們用 或者是我的好姐妹的男朋友用 這個味道真的會讓人一直想要飛撲上去耶 但這真的是我這一趟去韓國 挖到的寶藏品牌 如果你們有去韓國的話一定要去這間 看看 好啦那趁著最後一點點陽光 我趕快來總結一下 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了 九間在韓國近期很受到歡迎的品牌 那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其實今天這支影片呢 我有花一點時間去跟大家講這個品牌的故事啊 他們來自哪裡啊 甚至是品牌裡面等等的 因為我個人覺得這些東西非常非常的重要 應該是要了解過這些品牌 然後發自內心的喜歡 然後再去支持他們家的產品 才是一個對品牌尊重的表現啦 對 但今天還是分享這些品牌給大家參考一下囉 那如果你們還有什麼其他問題 一樣歡迎在底下留言跟我說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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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再見 再見 嗎 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